第121章 速效陶克堂系列 不出意外的 等狼人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 就被魔法部带走了 萨西亚院长也没有阻止 等魔法部离开后 他也就带着 那个叫做西伯克拉特的治疗师回去了 圣芒哥院长办公室里 萨西亚院长平静地问道 事情怎么样 很顺利 西伯克拉特说道 治疗过程中 我想办法把他们支开了 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吧 图真剂用了多少 3D 以狼人的恢复能力 魔法部的人绝对看不出来的 西伯克拉特说道 另外 您交代的问题 我都问过了 那个狼人之前一直跟着格雷伯克 但在一个月前 被人带去了翻岛巷 在萨西亚院长和治疗师西伯克拉特谈话的时候 凯尔也刚好被邓布利多送回了家 就到这里吧 凯尔 圣卡齐波尔村 邓布利多说道 我还要去法国献一位朋友 希望他能原谅我的失约 等凯尔从幻影显形所带来的不适中 回过神来之后 邓布利多已经不见了 另外 他还注意到 邓布利多居然把他带到了陆居附近 校长也是路痴 没听说过呀 凯尔挠了挠头 也没有在意 等他回到家后不久 克里斯和戴安娜也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们收到了邓布利多的信 克里斯一脸紧张地把凯尔拽到身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后才问道 你在圣王哥遇到狼人了 是的 凯尔早就想好了说辞 面不改色道 不过那时候 海格和凯特尔伯恩教授都在我身边 他们很快就解决了那只狼人 可邓布利多在信里说 解决狼人的是你 戴安娜拖着长音道 难道他撒谎了 那个 我觉得干看着不好 就帮了一点小忙 凯尔伸出手 掐着自己的小手指强调道 真的只有一点 戴安娜挑了挑眉道 如果只是帮忙的话 那为什么萨西亚还要给你申请 梅林骑士团二级勋章呢 可能是海格和凯特尔伯恩教授 不需要这种东西吧 就给我了 对凯尔这一说法 戴安娜显然是不幸的 他眯着眼睛道 先是被伪装成黑魔法防御术教授的 奥伦黛去禁灵 这才过了几天啊 你在圣王哥的时候 又遇到了狼人 或许 霍格沃茨并不适合你 转学到布斯巴顿怎么样 我刚好和马克西姆夫人认识 他应该会替我好好照顾你的 伊法摩你也可以 这时 克里斯也说道 希尔斯卡曼德和他的夫人 都在那里当教授 我记得 他们小时候很喜欢你的 啊 转学就不用了吧 凯尔有些紧张地说道 那多麻烦啊 并不麻烦 戴安娜说道 而且在那里 你至少不会再遇到 这种危险的事情了 这都是意外 再奶都一样的 凯尔小声说道 而且圣芒哥的事情 和霍格沃茨也没有关系吧 戴安娜淡淡地说道 怎么没关系了 海格是霍格沃茨的猎场看守 凯特尔伯恩是保护神奇生物科教授 这也行 凯尔一时语色 但很快 他就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道 我觉得是因为海格 这两次事情都和他有关 一定是他太倒霉 这才带着我也受到了影响 我保证在开学的时候 离他远远的 肯定就没事了 不管怎么样 先把锅甩出去再说 这一招也确实有点用 之后 克里斯和戴安娜 也就没有再提过转学的事情 但他们也不准 凯尔一个人到处乱跑了 哪怕是去对脚相 也必须有大人陪同才可以 好在凯尔本来也没想着在外跑 很痛快就答应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为了能让他们安心 凯尔哪都没去 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业 或许是因为刚考完试的缘故 霍格沃茨的教授们并 没有留太多的暑假作业 大概也就和复活节假期的时候 差不多吧 凯尔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写完了 而且 还是在弗雷德和乔治的干扰下完成的 这兄弟俩 似乎是把他家的阁楼 当成秘密据典了 几乎天天都来 凯尔写作业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 研究一种奇奇怪怪的糖果 放假前 他们从霍格莫德买的那些糖果 几乎都用在这上面了 当凯尔写完最后一篇魔法史作业 来到阁楼的时候 刚好听到了里面的说话声 弗雷德 经过稀释的肿胀药水 只是让舌头变厚了一点点 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哦 是啊 这已经是最接近成功的办法了 如果不稀释的话 就算量再少也会让整个嘴巴都跟着变大的 凯尔推门走了进去 等他看到两人的样子后 一个默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噗 乔治还好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但弗雷德就不一样 他的脸肿了一大圈 感觉就像是在嘴里塞了一个凤梨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被马蜂给折了呢 凯尔尽量让自己不去看弗雷德的脸 强忍着笑意问道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一种可以让小巫师们远离烦恼的东西 乔治眨了眨眼 笑道 我们将他称之为塑校陶克堂 弗雷德 呜呜呜 阿巴亚巴 凯尔尽力了 但他真莫听懂弗雷德说了什么 只能看向乔治 等着他给翻译翻译 弗雷德说 这个系列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翻译完之后 乔治继续解释道 我们计划做一款能让舌头变大的糖果 但麻烦的是 我们掌握不好 肿脏药水的量 没办法让它只作用在舌头上 虽然整个脑袋 或者嘴巴边大同样 也能达到 陶克 得目的 但这磨一来 就缺少趣味性了 这并不是维斯莱兄弟想要的 你们有试过缩皱无花果吗 凯尔想了想 说道 我记得 缩皱无花果 可以中和 肿脏药水的药性 用这个的话 效果应该比西施好一些吧 对啊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乔治一拍大腿 疼得弗雷德直搓牙花子 抱歉弗雷德 我没认出来 那是你的腿 乔治说完 立刻起身 朝门外跑去 我这 就去对脚相 马上就回来 第12章 肥蛇太肥膛 乔治急匆匆地离开了 因为凯尔加病 没有连通飞路网 所以他需要先回陋居一趟 再通过家里的壁炉 前往对角相 弗雷德原本也想跟着一起去的 但等路过一面镜子的时候 他却改变了主意 又转身回到了阁楼 弗雷德平时虽然大大咧咧了一些 但也不是完全不在意自己形象的 他可不想顶着 现在这副样子 出现在人群秘籍的对角相里 不然等到开学之后 他大概就要成为新学年第一个销料了 阁楼里 凯尔正在研究双胞胎这几天的成果 满满一大盒 十多颗不同种类的糖果 而且都是市面上最热销的几款品种 滋滋蜂蜜糖 乳汁软糖 太妃糖 巧克力糖都有 凯尔捏起一颗乳汁软糖 刚一凑近 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苦味 和糖果本身的香甜 显得格格不入 嗯 弗雷德似乎想说什么 不过凯尔没听懂 他拿出一个本子 在上面写道 这是失败品 我们发现 只有太妃糖 才能掩盖住肿胀药水的味道 凯尔点了点头 又捏起一块太妃糖闻了闻 苦味果然淡了很多 不仔细一点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只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太粗糙了 就只是把糖果掏个洞 然后将肿胀药水塞进去而已 如果再细致一些的话 或许就可以完全掩盖住肿胀药水的味道了 当然 也可能是他们懒得 这模作而已 毕竟在没有搞定肿胀药水的剂量问题之前 这玩意儿 连半成品都算不上 之后 弗雷德又给了凯尔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载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实验记录 并清楚地写明了每一次失败的具体原因 以及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差不多有十几页的样子 可以说是相当详细了 就在凯尔翻看着笔记本的时候 乔治也回来了 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纸袋 里面装满了缩皱无花果 莫必要买这么多 乔治 凯尔伸出手 说道 缩皱无花果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 一两颗就够了 有备无患吗 乔治很自然地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凯尔 笑着问道 怎么 你也要加入我们吗 凯尔耸了耸肩 写了一周的作业 总得找点乐子吧 说到这个 乔治突然叹了口气道 我真不敢相信你 居然会把宝贵的假期时间浪费在那些作业上面 珀西也是这样 我刚才回去的时候 他还在抱怨我打扰到他了 天哪 我就只是开了个门而已 他又不是在客厅写作业的 我不得不说 在这一点上 你比他好太多了 至少 你从来不把写不出作业的问题怪在我们头上 面对维斯莱家的日常户对 凯尔也没有在意 自顾自地取出两颗缩皱无花果 然后将它们去皮 并挤出枝叶 趁这个时间 乔治也从旁边的箱子里拿出了半瓶膨胀药水 他想了想 又找出一个空瓶子 将里面的药水分了一半出来 弗雷德和乔治熬制魔药的水瓶一般 维斯莱夫人又不允许有人在家里摆弄干锅这种东西 为了赶时间 这些肿胀药水可都是他们直接从对角巷买来的 足足五家龙一品托呢 能省还省着点用吧 加入了缩皱无花果的汁液后 肿胀药水的颜色开始慢慢变弹 很快就从原本的天蓝色变成了浅蓝色 凯尔点了点头 没有变成其他颜色就好 这说明 药水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他拿起瓶子 准备滴在手上试一下效果 不过乔治却阻止了他 不不不 凯尔 你这样是不行的 乔治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们需要的是让舌头变大 而不是手 说完 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一颗新的糖果 在上面滴了些药水后 直接放进了嘴里 我真不该沾着吃的 乔治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个味道太怪了 就好像是乌 呜呜 乔治的脸颊开始慢慢鼓了起来 说出来的话 也变成了含糊不清的乌叶声 那是他的舌头 弗雷德在旁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呜呜地叫个不停 似乎在庆祝着什么 乔治的舌头开始快速膨胀起来 很快就伸到了外面 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滑溜溜的大蟒蛇 看样子应该是成功了 凯尔打量着乔治的样子 缩皱无花果 确实中和了一部分肿胀药水 并让它变得迟钝了很多 只在接触药水最多的舌头上起了作用 只要再想办法去掉药水特殊的味道 让小巫师们尝不出来 这款 速效陶克糖 就算是真正完成了 弗雷德和乔治高兴坏了 真有你的 凯尔 哈哈 缩皱无花果 等肿胀药水的效果过去之后 乔治激动地说道 你不知道 我们其实都打算放弃了 肿胀药水太贵了 弗雷德贪了贪手道 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浪费一整瓶了 五个加龙啊 乔治有些肉疼 我们真应该等你一起的 一想到自己白白浪费了五加龙 他的心都开始滴血了 这要是换成大分蛋的话 都够让他们和斯莱特林 打一场小型的战役了 你们不是有钱吗 凯尔问道 每人一百加龙呢 不会是花完了吧 有钱和浪费是两回事 弗雷德叹了口气道 而且 我们现在只剩三十加龙了 而且 是一共三十加龙 假期的第一天 维斯莱夫人 在走弗雷德和乔治的时候 就意外打掉了他们藏在身上的钱包 金灿灿的加龙撒了一地 差点把维斯莱夫人吓晕过去 他还以为 双胞胎是在学校里 抢了某个斯莱特林的学生呢 虽然弗雷德和乔治 很快就说了这些加龙的来历 但维斯莱夫人却不信 直到克里斯过去之后 才把这件事解释清楚了 不过维斯莱夫人 却没收了那些加龙 理由是 怕他们做坏事 现在 弗雷德和乔治身上的钱 就只剩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了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 三十加龙 不多不少 刚好够用 第123章 魔法界人心险恶 之后的几天 弗雷德和乔治 依旧会时常过来 完善他们的 塑效陶克糖系列首期产品 肥蛇太肥糖 不过凯尔觉得 这个过程太枯燥了 就没有和他们一起 而是选择待在房间里看书 这种行为 让弗雷德和乔治 非常无语 因为他们 在凯尔身上 看到了破隙的影子 可两人又不能说什么 没办法 谁让凯尔 现在是他们的房东 以及重要的合作伙伴呢 也只有在这里 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研究 自己发明的产品 当然 他们也不会真的什么都不说 再一次邀请被拘后 乔治拉着长音说道 弗雷德 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应该订购一批费力拔烟火 用来提前庆祝凯尔 成为吉祥 那我们可要庆祝四年呢 弗雷德用同样的声调说道 毕竟霍格沃茨要五年级 才能当吉祥 他今年才二年级 对了 也有可能是六年 乔治 乔治挑了挑眉 别忘了 还有学生会主席呢 是啊 没错 则则 六年的费力拔烟火 那可是一笔很大的花销了 两人一唱一和地说着 不管是语气还是神态 都和某摩摇科教授一模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门口站了两个斯内普呢 凯尔也莫说什么 默默地冲他们 竖了个钟之后 就继续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书桌 那里摆放着 一摞写满了字的羊皮纸 羊皮纸上的内容 是他从禁书区腾抄过来的 凯尔记得 那是一本和炼金术有关的书籍 名字叫做 魔法产物 改变与融合 本来他对这本书的兴趣 并不是很大 腾抄完之后 就一直放在那里 很久都默在看过 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 帮维斯莱兄弟 研究塑效陶克堂 只能算是完成作业后的一点娱乐活动 他现在最想了解的 还是魂器 凯尔一张一张地翻着羊皮纸 尤其是关于将魔法 融入普通物品当中的那一部分内容 他看得格外仔细 毕竟 这也算是他现在能找到的 唯一和魂器有点关系的资料了 虽然这种关系 有点扯 而且 凯尔也不知道 魂器是否和炼金术有关 但多了解一些东西 肯定没有什么坏处 反正它们都跟融合有关 万一有什么触类旁通的地方呢 灵魂和魔法 虽然差得有点多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吗 之前没觉得有什么 等凯尔认真看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 这本书里的内容 非常灰色 为了能彻底看懂这些东西 凯尔通过猫头鹰 从对角像游购了很多本 关于炼金术方面的书籍 从零开始 自学这方面的内容 要么说炼金术是烧钱的东西呢 就算是最基础的书 都没有低于十个加龙的 简直比洛哈特都黑 光是这部分凯尔 就花费了一大笔加龙 就这样 看了将近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某天晚上 凯尔和往常一样 坐在书桌前 但这次 他却没再看什么东西 而是拿出一根魔杖 努力控制着 面前那颗太妃糖 让它慢慢飘了起来 圣卡齐布尔村 是一个巫师村落 在这里使用魔法的话 宗斯基本上 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魔法布也很难插到他头上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凯尔也只会在晚上的时候 才会拿出魔杖 这个时候 魔法布也下班了 刚好是人最多的时候 另外 他用的也不是自己的魔杖 而是那个耗子女巫的 当时他捡到这个魔杖后 就直接装进了长袍口袋里 并没有交给麦格教授 或者魔法布的人 虽然那些打击手 也找他 问过魔杖的事 但那更像是 走个流程而已 凯尔也只是推脱说墨看到 他们就离开了 或许在他们看来 禁令那魔大 丢个魔杖 什么的太正常了 说不定就是哪只小动物 给叼走呢 最后 这根魔杖 也就成了凯尔的战利品 就是用起来不怎么顺手 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好像是在用勺子吃面条一样 不过白捡来的东西 也不能要求那么多不适 在凯尔的操控下 那颗太妃糖 开始一层一层的慢慢剥开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一颗完整的糖果 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 糖纸 糖纸非常薄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每一片上 都有着不同的纹路 凯尔又拿出一个 装有浅蓝色肿胀药水的小瓶子 再次挥动了一下魔杖 两滴药水 从瓶子里飘了出来 在半空中 开始不断地延展 分裂 变成无数条细弹 难以被察觉的线条 正好贴合在了那些糖纸的纹路上 随后 全新的糖纸 开始向中间聚合 再次变成了一颗完整的太妃糖 这就是凯尔这一个月的收获了 改变物质形态 然后相互融合 有点像是游戏中附魔的过程 但和传统炼金术 直接把附魔宝石 相在武器上不同 凯尔学的方法 则是把宝石揉碎 重新注进武器里 复杂程度 直接成几何倍数提升 也难怪 它会被放在禁书区了 凯尔拿起那颗太妃糖 放在灯光下 细细打量着 看上去就和普通糖果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掰开之后也没问题 似乎这就是一颗 再普通不过的太妃糖了 要不要找个人试试效果呢 凯尔难难自语道 这种东西 他也是第一次做 心里实在是有点没底 也不知道算不算成功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人试一试 凯尔在心里盘算着 是要的人选 弗雷德和乔治 是最合适的 他们应该也很恶意识 但凯尔却 第一个排除掉了这两个人 他学这个 可不是为了给双胞胎完善产品的 而且 要是让他们知道 自己能完美融合太妃糖 和肿胀药水 那自己这个暑假 也就别想 再做其他事情了 罗恩倒是个很好的人选 听话 好骗 好哄 甩锅的时候也方便 今年入学的 救世主波特也不错 他常年待在舒适圈 不知道魔法界的人心 有多险恶 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给他上一课 也算是凯尔用心良苦了 这两个人都很合适 选谁好呢 凯尔有点纠结 第124章 两个蛋糕 7月末 圣卡齐布尔村 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海格出院了 在纽特和治疗师的帮助下 他想起了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同时也从其他教授那里 了解到了 学期末 禁灵里的变故 海格简直不敢相信 凯尔在一个月前两次遭遇到生命危险 居然都和他有关 逗 怪我 这个 笨蛋 凯尔家的客厅里 海格用手捂着脸 抽气道 是我害你 差点死在禁灵里的 还是因为我 你又在圣芒哥遇到了狼人 我应该被赶出霍格沃辞 一辈子做个麻瓜 海格浑身颤抖着 因为悲伤和悔恨 这个将近四米高的巨人 此时哭得像是个被抢走了棒棒糖的孩子一样 大颗眼泪 渗进他的胡须里 海格 冷静点 凯尔给他递过去一块桌布 安慰道 擦擦脸吧 别忘了奥伦的事情中 你也是受害者 而且我也对比过了 那张纸条上的内容并不是你写的 不是吗 凯尔有些心疼的 看了一眼自家的沙发 本来拖着海格 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一份很沉重的工作了 再加上海格这一斗 凯尔能明显听到 沙发上传来了一阵 令人牙酸的歌之声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罢工 可是 你差点就没命了 海格抽抽叶叶地说道 是我告诉了奥伦路威的事情 他这才有机会把你骗过去的 他总有办法的 凯尔说道 别忘了他 可是我的黑魔法防御术教授 总能找到一个理由 把我带去静灵的 可是 其他借口你 肯定会有防备的 海格的肩膀依旧在抖 而且 圣芒哥纳弼 也是你来看 我才遇到的狼人 那是一次意外 凯尔摇了摇头道 而且 幸亏是被我撞上了 不然的话 你觉得 那天得有多少个无辜的病人丧命 或者 变成狼人 我们成功化解了一次重大危机 海格 另外 我也应该感谢你才对 因为狼人的事情 我大概很快就能获得 梅林爵士团勋章了 萨西亚院长承诺过 他会做我的提名人 狂奔的戈尔公啊 梅林爵士团 海格终于抬起了头 一脸震惊地看着凯尔道 你大概是年龄最小的勋章 获得者了吧 谁知道呢 凯尔耸了耸肩 吃颗糖吧 这大概能让你心情好一点 谢谢你 凯尔 海格接过凯尔递来的太妃糖 用手背擦了擦鼻子道 这道提醒我了 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呢 凯尔看上去有点紧张 皱眉道 不会是新口味的白油三明治吧 海格终于勉强笑出了声 如果你喜欢的那个话 我下次可以给你做 但今天不是 他从背后拿出了一个大大的盒子 说道 我才知道 你也是明天过生日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凯尔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凯尔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个洒满了糖霜的巧克力大蛋糕 上面用绿色的糖纸写着 祝哈利生日 快乐 海格把字写错了 不过想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但这并不是重点 凯尔眯着眼 脸上满是迷惑和不解 这是 给我的 他啥时候改名了 克里斯和戴安娜知道这是不 当然 你不行 抱歉 我拿错了 海格看着蛋糕上的字 用足以推倒一头牛的力量 拍了拍他的脑门 又从外衣的另一个内袋里 掏出一个盒子 这个才是给你的 同样的糖霜巧克力蛋糕 同样的错别子 不过上面的糖浆是黄色的 而且也换成了凯尔的名字 你和小哈利一天生日 我把两个蛋糕弄混了 谢谢海格 我很喜欢 凯尔当场切了一小块蛋糕 放进嘴里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一股浓郁的甜味 从口腔直冲天灵盖 那种感觉 就像是喝了一口浓缩糖浆似的 果然 他就不该吃海格给的任何食物 凯尔咬着牙 艰难地把那一小口蛋糕咽了下去 味道怎么样 棒极了 凯尔竖起一根大拇指道 我从来没吃过 这磨甜的蛋糕 你喜欢就好 海格开心道 不再吃点了吗 还有很多呢 不了不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凯尔连连摇头 我准备等明天的时候 和朋友一起分享 这馍美味的蛋糕 弗雷德和乔治 要是错过 就太可惜了 还有塞德里克 也快回来了 我准备给他 也留一款 是的 好东西 就是要和朋友一起吃 海格笑道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开学后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嗨嗨 一定 一定 凯尔只觉得喉咙一紧 连忙转移话题道 对了 你准备了蛋糕 这是要去送给波特吗 没错 邓布利多同意我 带他去对脚巷了 不过 海格骤了骤没到 本来 我应该明天再去的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入学通知书 一直莫能送到他手里 所以 邓布利多 就让我提前过去看看 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塔尔挑了挑没到 那确实挺不对劲的 是啊 所以我下午就会去伦敦的萨里郡 把信亲手送给他 海格继续说道 你知道的 哈利可不能错过霍格沃茨的开学 不用那么担心 也是猫头鹰的问题呢 凯尔看向窗外 想了想说道 有些麻瓜不喜欢鸟类 说不定就是他们把去送信的猫头鹰赶走了呢 这样吧 你把信给我 我让拉顿帮忙送过去 你到时候 直接带他去对脚像就行了 会不会太麻烦了 海格有些犹豫 他还是想亲手 把信交给哈利 不麻烦的 凯尔摆摆手道 猫头鹰送入学通知书 是霍格沃茨的传统 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而且 每个小巫师 只能经历一次 一旦错过 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听完凯尔的话后 海格突然愣了一下 是啊 他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好吧 海格犹豫了片刻后 便取出一封淡黄色的信封 交给凯尔 那就麻烦你了 小试一桩 凯尔收下信封 之后 海格又待了一会儿 就准备离开了 在他出门之前 凯尔突然问道 对了 海格 你觉得 刚才那块太妃糖 味道怎么样 那个呀 我还没有吃 海格笑着说道 我准备带给哈利尝尝 他一定还没吃过 魔法界的糖果呢 吃素吧 海格离开后 凯尔教来了拉顿 把入学通知书交给了他 顺便把之前 偷摸卡在腊风旁边的 那颗太妃糖扣了下来 小心点 那家人不怎么友好 可能还有武器 第125章 哈利 海格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巫师 不列颠的天气 总是说变就变 上午还是晴天呢 等到傍晚的时候 却开始下起了大雨 距离伦敦很远的大海上 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礁石 上面 还有一栋歪歪扭扭的破旧小屋子 暴风雨带来的刺骨寒风 透过木墙的缝隙 嗖嗖地往里面灌 将屋子内的四个人 冻得瑟瑟发抖 但即便是这样 屋子里却还是一副 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你看到的 都是愚蠢的谎言 现在 把那封该死的信交给我 弗农德斯里脸色长红 气喘吁吁地说道 在他对面 站着一个戴着圆框眼睛 额头还有一道疤的瘦弱男孩 他手里正攥着一封 被打开的信封 上面的霍格沃茨笑辉 格外显眼 哈利波特 看上去有些迷茫 这就是你一直不让我看的东西 他皱眉道 一封 魔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闭嘴 弗农姨父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 脸色甚至都有些发紫了 这个 世界 没有 魔法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快把那封该死的信给我 然后我们就回家 我不 哈利坚定地摇了摇头 把信呼在怀里 这是给我的 福农姨父 简直要气疯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都跑这么远了 那只该死的猫头鹰 居然还能找过来 而且他 从来都没陷过 那魔大的猫头鹰 张开翅膀后 就像个怪物一样 静止落在了他们的船上 福农姨父被吓坏了 他想赶走那只猫头鹰 但那把刚买的来福枪 还莫来得及拿出来呢 就被对方用爪子夺走 丢到海里去了 之后 他就站在那里 带着疤痕的脸 恶行恶壮地看着他们 匕首般锋利的爪子 威胁似的 在船上留下了 几道深深的划痕 他们一家 根本不敢有什么别的动作 怪物 那只猫头鹰 绝对不正常 他和那些人一样 都是怪物 福农在心里 发狂似的吼叫着 好在那只猫头鹰 在哈利看完信就走了 现在还来得及 只要毁掉那封信 就还来得及 把他给我 福农姨父 咆哮着冲向了哈利 想要强行夺走信件 哈利转身就跑 在小小的房间里 辗转藤挪 躲避着福农的大手 瘦小的身体 让他更加灵活 福农姨父短时间内 居然愣是连他的衣服 都没碰到 但房间毕竟就这么大 等佩妮姨妈和达利反应过来 也加入了追捕队伍之后 哈利很快就被按到了地上 把信给我 福农姨父气喘吁吁地 瘫坐在那里 一边大口喘着粗气 一边用力去拽哈利的胳膊 这个过程还是很简单的 很快 福农姨父就把哈利 压在胸口的手给拽了出来 但就在他伸手 想要去拿那封信的时候 哄 突然传来的垂门声 把整个小屋震得摇摇晃晃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惊恐地盯着房门 哄 又是一次锤门 达利被吓得缩在佩妮姨妈怀里 惊恐地说道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进来 门外是什么人 福农姨父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色力内茶地出门外吼道 我警告你 我有 我已经报警了 你这是私闯民宅 外面安静了一会儿 随后咔嚓一声 房门被直接卸了下来 一个飙行大汉就站在门口 能给我来杯热茶吗 走这摩一趟可真不容易 海格费力地挤进屋里 顺手又把门板安了回去 这雨下得可真大 早知道我就听凯尔的 坐骑士公共汽车来了 你们趴在地上干石磨呢 他弯腰把哈利从地上拽起来 笑着说道 你一定就是哈利了 哈利抬头看着那张凶狠 粗眼 面貌不清的脸 露出一丝微笑 他感觉得道 这个人对他很有善 海格笑着说道 上次见到你 你还是个小娃娃 你长得很像你爸爸 可眼睛像你妈妈 扶农姨父发出一声怪叫 好像踩尸到了店门一样 整张脸都变成了酱紫色 他想把海格赶出去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走开 你这个大傻瓜 海格丝毫没有理会叫嚣的浮农 自顾自地点燃了壁炉 莫人知道他做了什么 只是一转身的功夫 壁炉里就燃起熊熊的炉火 周围很快就开始暖和了起来 感觉怎么样 哈利 海格笑着说道 是不是舒服多了 是的 哈利看上去有些拘谨 对不起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海格说道 就叫我海格吧 大伙都这么叫我 我是霍格沃茨的要是保管员 霍格沃茨你总该知道吧 那个魔法学校 哈利看了眼一直攥着的那封信 没错 原来你已经收到了 海格摸了摸上衣的口袋 那里面有封一模一样的信件 只是现在看来 倒是没必要再拿出来了 这是一只很大的猫头鹰送来的 哈利解释道 他比我献过的任何鸟类都大 哦 那是塞 好吧 他现在叫拉顿 海格从火前上拿下来一根油汪汪 稍稍有点焦的香肠 递给哈利 拉顿 这是那只猫头鹰的名字吗 哈利接过香肠咬了一口 那种浓郁的香味 让他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 他这辈子也莫吃过这抹好吃的东西 是的 他喜欢这个名字 海格似乎想到了什么 表情看上去有些失落 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包括哈利在内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哦 差点忘了 生日快乐 哈利 海格从上衣内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盒子 可能被我压坏了一点 不过味道还是一样鲜美 给我的 哈利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还能在生日的时候收到礼物 他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块大大的奶油蛋糕 蛋糕被挤压过 看上去很扁 上面的绿色糖浆也因为粘到了盒子 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但还是隐约能看清写的事 生日快乐 还有他的名字 常常看怎么样 海格有些期待地说到 哈利点点头 挖了一小块奶油和糖浆送进嘴里 甜 比他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甜 就像是往嘴里塞了一整罐糖 还有这个 海格又把一颗太妃糖放在了蛋糕旁边 糖果 哈利眼前一亮 但却没有吃 因为那口蛋糕 他暂时吃不下任何甜的东西 倒是旁边的达利咽了咽口水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块蛋糕 他一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 早就饿了 不准吃他的任何东西 达利 弗农立声说道 随后他看向海格 听好了 我可不会花钱 让他去学怎么变戏法 海格轻蔑地笑了笑 哈利波特 难道会因为缺钱加龙 就去不了霍格沃茨 别开玩笑了 但弗农姨父并不知道这个 他还在不依不饶地说着什么 也就是这个时候 哈利这才知道 姨父一家 居然早就知道魔法学校的事情 但却一直瞒着他 啊 突然 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佩妮姨妈疯了一样抱着达利 他的舌头开始迅速膨胀起来 很快就长到了四尺来长 弗农姨父也顾不上和海格争论什么了 他怒吼着冲了过去 似乎想要把舌头重新塞回达利的嘴巴里 达利捂着嘴巴 疼得哇哇乱叫 整个小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海格看看达利 又看看自己手里的那把伞 一脸猛逼 他刚才用魔法了 没有吧 可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孩子又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难道是折断的魔杖走火了 可之前也没出过这毛病啊 哈利在旁边看的目瞪口呆 不需要再解释什么 他这下算是彻底相信魔法了 魔法简直太神奇了 他刚才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海格做了什么 达利就变成了那副样子 哈利的眼睛越来越亮 霍格沃茨的要是保管员吗 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巫师 第126章 学习大脑封闭术 在那个破旧的海中小屋里 哈利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晚 第二天一早 他久久不愿意醒来 似乎认为这只是一场不真实的美梦 在这个梦里 一只巨大的猫头鹰给他送来了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接着又来了一个叫海格的巨人 说他是个巫师 还用神奇的魔法 惩罚了一直欺负他的表格达利 他害怕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仍旧在家里那个狭小的储物间里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要一直待在这个梦里 永远也不出去 直到海格把他给叫醒了 快醒醒 哈利 现在可不是睡懒觉的时候 海格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 打开窗 将一只猫头鹰放了进来 用伍纳特买下了他嘴里闲着的的报纸 那是什么 海格 哈利好奇地问道 预言加日报 魔法界的报纸 巫师们都看这个 海格伸了个懒腰 说道 咱们最好还是早点走吧 哈利 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要去伦敦给你买上学需要的所有东西 还要买两份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给你还有凯尔的 海格说道 非常巧 他的生日也在今天 自己居然还能有生日礼物 哈利的心猛地跳动了两下 巨大的喜悦让他差点跳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海格口中的另一个名字 眨了眨眼睛问道 凯尔是谁 也是霍格沃茨的小巫师 不过比你大一年 海格已经穿戴好了自己的衣服和靴子 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对同学也很有善 在学校的时候 教授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对了 他的学习成绩同样优秀 是霍格沃茨近三百年来 唯一在一年级的时候 就获得了对校特殊贡献奖的小巫师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也可能是最年轻的梅林爵士团勋章获得者 如果你在学院遇到什么麻烦 或者有什么疑惑 都可以去找他 他肯定会帮你的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了外面的礁石上 哈利眨了眨眼 他看得出来 海格很喜欢那个叫凯尔的人 当然对方也确实很优秀 虽然那些头衔他一个也不知道 但从海格的语气中不难猜出 那一定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凯尔 哈利喃喃自语道 并在心里想象着对方的样子 因为之前并没有献过巫师 哈利下意识就想到了一些 关于巫师的电视节目 再结合海格的样子 一个形象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那是一个戴着尖顶帽 身穿纯黑色 也可能是红色或者蓝色斗篷的男孩 他手里拿着一根香油宝石的粗木棍 不苟言笑 腰上还缠着一圈死雕 阿提 圣卡齐博尔村 正在吃早饭的凯尔突然打了个喷嚏 亲爱的 你感冒了吗 克里斯关切地问道 没有 只是突然觉得鼻子有点痒 凯尔揉了揉鼻子 也没有在意 只当是接触太多猫头鹰了 也不知道是谁把他的生日泄露出去了 从天刚亮开始 就不断有猫头鹰 带着包装精美的盒子 飞到他的房间里 送来礼物几乎堆满了半个房间 正想着呢 又一只猫头鹰从敞开的窗户飞了进来 将一个大大的盒子放在了旁边 看来你在学校很受欢迎 戴安娜笑着说道 居然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 妈妈 你忘了我在哪个学校吗 凯尔拿起一块面包 摊了摊手道 贺奇帕奇的人员一向是最好的 朋友多点很正常 戴安娜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凯尔看了看旁边的包裹 是李乔丹寄来的 从形状上来看 里面装的应该是一个蛋糕 这也是他收到最多的东西之一 楼上房间里还摆着十几个呢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这些蛋糕就会是他每天的食物了 对了 还有维斯来家的那些孩子们也一样 精明应该会很高兴吧 凯尔苦笑着摇了摇头 再次加了一根香肠 早餐结束后 克里斯把凯尔叫到了一旁 说道 你昨天说的事情 我们考虑过了 凯尔先是一正 然后有些期待地看向克里斯 你们同意教我了吗 当然 我们没有理由反对 克里斯说道 不过 可以告诉我们你 卫士魔想学大脑封闭术吗 你要知道 这种特殊的魔法 学习难度非常高 别说你这样一 二年级的小巫师了 就算是很多成年巫师 都很难学会的 因为奥伦吧 凯尔想了想 说道 之前在静灵的时候 我发现他似乎能猜到 我在想什么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奥伦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大脑封闭术是目前已知的 唯一能抵御外界精神渗透的魔法 凯尔肯定是要学会的 另外 他如果 想要了解魂器的话 那肯定免不了 要接触笔记本和冠冕的 这同样需要学会大脑封闭术 以伏地魔对灵魂魔法的造诣 他如果再没学会大脑封闭术的时候 去碰那些魂器 估计分分钟就被对方看透了 事实上 去年的时候 凯尔就开始尝试学习这个魔法了 但怎么说呢 进程非常缓慢 就像克里斯说的一样 大脑封闭术可莫娜魔容易学会 如果没有人教导 自学起来的难度非常大 凯尔用了半学期的时间 才勉强达到了刚入门的水平 而这种程度的大脑封闭术 显然抵御不了伏地魔的魂器 奥伦骂 听到这个名字 克里斯只觉得一阵头疼 这一个多月来 他一直在想这件事 可除了十年前那次援救行动外 他是真想不起来自己和对方还有什么交集了 克里斯叹了口气道 如果你确定要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教你 我确定 凯尔点头道 那什么时候开始 你下班之后吗 不 你并不是要跟我们学 克里斯故作神秘道 如果是大脑封闭术的话 我们帮你找了一个最合适的老师 而且 他一定会同意教你的 老师 第127章 我的老师不是人 凯尔皱了皱眉 说真的 对于这种涉及到记忆的思想的魔法 他并不想让其他人来教 哪怕是邓布利多 而且不只是他 很多巫师都是这么想的 这一点 克里斯应该也很清楚才对 但看克里斯的样子 他似乎非常信任对方 凯尔犹豫了一下 没有直接说出拒绝的话 他决定先去看看再说 如果到时候 觉得不行 大不了再找借口开溜就是了 商量好后 克里斯本打算等凯尔过完生日 再带他去找那个老师的 但凯尔却不这么想 生日什么的 每年都可以过 不差今年一天 而且他对那个所谓的 大脑封闭术老师 也很在意 只想赶快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 如果感觉不合适的话 也好抓紧时间想别的办法 凯尔都这么要求了 克里斯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两人来到房间外的一片空地上 克里斯伸出手臂道 我们直接幻影一行过去就行 抓住我的胳膊 凯尔深吸了一口气 抓住了他伸过来的手臂 纳摩 我们出发了 随着一阵暴鸣声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等凯尔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已经出现在一座红顶木屋前了 木屋不大 但却很温馨 每一处都被打扫得很干净 周围还有一圈低矮的篱笆 旁边一对老夫妻 正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纽特爷爷 蒂娜奶奶 凯尔有些意外地 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他没想到 克里斯口中的老师 居然就是纽特和蒂娜 不过 如果是他们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小凯尔 你不是要学习大脑封闭术吗 还愣着干石膜 快进来吧 蒂娜上前捏了捏凯尔的脸 带着他走进了房间 并给他端来了很多饼干 和自制的小面包 凯尔心里叹了口气 虽然刚吃完早饭 但他还是吃了很多 把嘴塞得鼓鼓的 直到再也吃不下之后 凯尔这才揉着肚子问道 蒂娜奶奶 这次是您教我吗 这一屋子人里面 大脑封闭数水平最高的 估计就是蒂娜了 没办法 谁让她的妹妹奎妮 是个天生的设神曲念者 要是大脑封闭数不好的话 她在自己妹妹面前 可就没石膜秘密了 蒂娜笑着摇了摇头道 我只负责 教你基础的理论 不过之后的事情 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不是你 凯尔愣了一下 有些疑惑地 转身看向纽特 也不是我 孩子 纽特把一个打开的箱子 放到地上 笑着说道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献献他 啊 看到这个箱子后 凯尔心里顿时 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但这时候 纽特已经进去了 他也只能跟上 箱子里的空间很大 非常大 这里数目丛生 甚至还有数条完整的河流和湖泊 看上去 就像是一座真正的森林一样 纽特一路往前走着 把凯尔带到了一片湖边的空地处 看到两人后 一只猫豹 从不远处优雅地走了过来 似乎是特意在等它们过来一样 他亮蓝色的眼睛 盯着纽特和凯尔 微微低了低头 这是那打脸 纽特轻柔地挠了挠猫豹的下巴 笑着说道 还记得吗 凯尔 每一只猫豹都是天生的射神取念者 当然 记得 凯尔扯了扯嘴角 他心里不好的预感更强烈了 这时 克里斯也走了过来 他拍了拍凯尔的肩膀 笑着说道 怎么样 我给你找的老师还不错吧 所以说 我的老师真的是猫豹纳达利 没错 克里斯说道 想以最快的速度学好大脑封闭数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压力才行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出你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 所以 我们商量过了 一致决定 让那达利 来当你的老师 他也同意了 等你学会基础理论之后 我们就会 把你送到这里 到时候 他就会向你发起攻击 而你要做的 就是尽量别让自己被打得太惨 如果你能安然无恙地 坚持五分钟的话 就证明 你的大脑封闭数已经成功了 等等 五分钟 凯尔突然打断了克里斯的话 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可是猫豹啊 就算我学会了大脑封闭数 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吧 长这六条腿猫豹 可是速度最快的神奇动物之一了 说句不好听的 他要是想揍凯尔的话 压根就用不着射神曲念 那都多余了 放心吧 纽特安慰道 纳达利很聪明 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可是 凯尔还想再说什么 但那只叫做纳达利的猫豹 却走了过来 轻轻蹭了蹭他的脸 喵 我当然相信你 凯尔连忙挠了挠他的下巴 我只是觉得 这种方法 有点不靠谱 恰恰相反 我认为 这魔作再合适不过了 克里斯认真地说道 如果换成事 我们来教的话 同样也要用射神曲念 来给你制造压力 这和面对猫豹是一样的 但不同的是 猫豹可以随时随地陪你练习 这一点 我们就做不到 另外 他也不会暴露你脑袋里的小秘密 凯尔想了想 突然觉得 克里斯的话很有道理 被射神曲念的感觉 可不怎么好 但如果是猫豹的话 那确实就容易接受多了 好吧 我同意就是了 凯尔点了点头 猫豹发出了一阵满足的呼噜声 随后他抬起前腿 用一个标准的正灯 踹在凯尔的屁股上 嗖 没有任何意外 凯尔打着悬飞进了旁边的湖了 旁边的克里斯和纽特 被吓了一跳 但很快 他们就猜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看样子 我们用不着 教他基础理论了 纽特笑呵呵地说道 我要去看一看阿纳尔 他最近刚 生下一窝小袖袖 身体还很虚弱 你呢 要回魔法部吗 克里斯摇了摇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今天刚好休假 纽特点了点头 朝着另一片区域走去 克里斯跟在后面 走了末两步 他突然停了下来 转身喊道 记得别用魔咒 湖水里伸出一只手 冲他摆了摆 第128章 纽特 喂 一个巫师 在不用魔杖 和任何魔法的情况下 面对一只成年猫豹 会发生什么后果 这件事 没有人比凯尔 更有发言权了 他已经到 多塞特郡一周了 这些天里 他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 几乎都在挨揍 猫豹的蓝色眼睛 能看看透凯尔的 每一个想法 所以 不管怎么躲 那只有着粉色肉垫的爪子 总是会精准地 出现在凯尔面前 然后或轻 或重地拍在他的身上 力度的大小 主要取决于 凯尔对大脑封闭术的运用 判断方法也很简单 如果猫豹 看到的东西 比较模糊的话 那他只会轻轻地拍一下 走个过场 反之 他就会毫不留情地 把凯尔踹进湖里去 前两天的时候 凯尔几乎每隔几分钟 就要完成一次远距离的跳水 身上的衣服 一直都是湿答答的 不过随着日子 一天天过去 凯尔跳水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 等到一周之后 猫豹的爪子 再落下去的时候 已经变得很轻了 凯尔只是稍微一个 裂浅 就像没事人一样 重新站直了 很好凯尔 记住 一定清空脑子里 那些杂乱的思想和情绪 旁边 作为场外援助的蒂娜 抱着一只小小的秀秀 大声说道 不需要在意你 接下来会遭遇什么 保持住情绪的平稳 专心面对现在 不像一次 都莫来过的克里斯和纽特 蒂娜每天都会到这里 来看上一会儿 在发现凯尔开始着急 或者情绪过于激动的时候 她就会出言提醒两句 听到她的话后 凯尔飞快地转过头 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对面的猫豹 歪了歪脑袋 脸上露出了些许错愕 显然 她刚才并没有 看 到凯尔的这个动作 不然早就一巴掌拍过来了 蒂娜轻轻抬了一下眉毛 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离开箱子后的她 回到房间 找到了正在摆弄干锅的纽特 我觉得 你可以给克里斯写信了 这么快 纽特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问道 这才一周吧 她就能挡得住 纳达利的射神曲念了 差不多了 蒂娜把怀里的 袖袖放到一边 笑着说道 纳达利 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悠闲了 动作也快了很多 我看得出来 她现在完全就是凭本能在攻击 而不是射神曲念 只不过 凯尔和她都没有发现这一点罢了 猫豹终究是神奇动物 就算是身体本能的反应 她也会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 看 到了 只是比较模糊而已 看来邓布利多说的没错 凯尔这孩子确实很优秀 我还以为他需要在这里待上半个月呢 纽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草药碎线 笑呵呵地说道 那我现在就给克里斯写信 让他来接凯尔回去 嗯 先等一下 蒂娜突然问道 他们说过 最近有什么事要做吗 应该没有 纽特想了想到 我记得克里斯离开的时候 说是要在开学前来接凯尔去对脚巷买东西 蒂娜思索了片刻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不用着急了 让凯尔在这里多住几天吧 正好我也很久 没见过他了 啊 刚才不是你让我写信的吗 纽特挠了挠头道 蒂娜没说话 只是板着脸瞪了他一眼 好吧 听你的 纽特重新蹲回了干锅前 往里面加了一些白色的粉末 干锅里的液体 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很漂亮的浅黄色 并飘出了一股粉色的烟雾 旁边 那只正抱着个勺子 往内带里塞的小秀秀 突然停在了手上的东西 他耸了耸鼻子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干锅 嘴角的口水止不住地往外躺 似乎干锅里的东西 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秀秀黑色的眼珠子 转了一下 吭哧吭哧地 爬到了旁边的一个架子上 然后找好角度 小短腿用力一蹬 就要往干锅里跳 结果还在半空的时候 一只大手 就把他拖住了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耐心点 纽特冲他摇了摇头道 还有 不准藏勺子 快把他拿出来 小秀秀啪的一下 捂住自己的口袋 迈着剩下的三条小短腿 就要跑 这可不行 纽特捏住秀秀的后腿 用手指 轻轻挠了挠他的肚皮 在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中 几样小玩意儿 从秀秀的口袋里掉了出来 不仅有刚才的勺子 还有三个纳特 一个扭扣 和一个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哨子 就连纽特都莫注意到 他是什么时候 把这些东西装进去的 吃晚饭的时候 凯尔从箱子里疲惫地走了出来 蒂娜给了他一块毛巾 问道 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好 凯尔擦了擦脸 和昨天相比 我感觉不到任何进步 这是正常现象 蒂娜笑着说道 而且 学习大脑封闭术 可不能着急 你已经不停地练习一周了 稍微放松一下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的也是 凯尔点了点头 连着被揍了这么长时间 他感觉 自己确实需要 做些别的事情 来转移一下注意力 明天陪我烤饼干怎么样 蒂娜笑着说道 等到下午的时候 再去练习 好的 凯尔想都默想 就答应了 虽然他更想去看看 箱子里其他的神奇动物 但烤饼干也不错 只要不让 他去面对那只 叫纳达里的猫豹就行 这时 纽特突然走了过来 说道 饼干可以做成葡萄柚味的吗 当然可以 蒂娜笑着说道 他心里有点小意外 两人定居多赛特郡的那天 他就做了葡萄柚味的烤饼干 没想到 纽特居然还记得 谢谢 纽特洗了洗手 坐到餐桌旁边 拿起一块面包道 我记得 阿纳尔最喜欢 吃葡萄柚了 蒂娜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抱歉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突然想起来家里没有葡萄柚了 所以我决定明天做奶油饼干 啊 纽特挠着头道 可你刚才还说 咯吱 蒂娜捏弯了手里的勺子 面色不善道 我再说一遍 家里没有葡萄柚了 第129章 箱子和秀秀 之后的几天里 凯尔就不再一整天都去找猫豹了 而是在蒂娜的要求下 空出了上午的时间 跟着他一起做些烤饼干 或者小面包之类的东西 不过有时候 他也会帮着纽特 去照顾一下箱子里其他的神奇动物 然后等下午的时候 才会去猫豹那里学习 不过进度依然缓慢 很长时间里 都没有任何进步 似乎总是 差了那磨一点 就这磨 又过了一周 一周后 当凯尔再次来到湖边空地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猫豹纳达利病 没有像之前一样等在这里 我来早了 凯尔喃喃道 不 是你的训练结束了 这时 蒂娜和纽特一起走了过来 而那只猫豹就跟在他们旁边 事实上 早在几天之前 纳达利就已经看不到你 在想神魔了 纽特解释道 他后来对你的攻击 完全是出自于本能 凯尔皱了皱眉道 本能 是的 纽特说道 如果你不信的话 那就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他从随身提出的铁桶里 拿出两个一大一小的苹果 对凯尔和那只叫做纳达利的猫豹说道 来选择吧 你们一起 猫豹看了凯尔一眼 然后他们一起指向了那个更大的苹果 凯尔疑惑地转过头 纽特的脸突然红了一下 嗨嗨 这是巧合 说住 他直接将一桶苹果都倒在地上 纳摩 再来选一次看看吧 猫豹再次看了凯尔一眼 但这次 他们却各自指向了不同的苹果 再试一次 也同样如此 纽特明显松了一口气 他拿出魔杖 将地上那些苹果重新装回桶里 准备一会儿给隐形寿送去 现在你信了吧 嗯 信了 凯尔点头道 如果猫豹还能看到他的想法 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凯尔跟着他们回到房间 疑惑地问道 您早就发现了吗 大概一周前吧 蒂娜说道 你是不是想问 卫石魔现在才告诉你 凯尔点了点头 之前是想确认一下 现在看来你确实掌握的还不错 另外 蒂娜忍不住笑了一下 说道 之前你一直都表现得很优秀 偶尔看你吃一次扁 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啊 凯尔嘴角一抽 有些无奈地看着 今年已经九十岁的蒂娜 这都什么恶趣味啊 但不管怎么说 学会大脑封闭数总归 是一件好事 之后 凯尔又在这里待了三天 直到开学前一周才离开 尤特并没有给克里斯写信 而是亲自把凯尔送回了家 离开前 他还给了凯尔一个箱子 你的生日礼物 纽特说道 之前就准备好了 不过那时候 你一直在忙着学习大脑封闭数 就只能现在送了 希望还不算晚 凯尔有些激动地接了过来 箱子看上去比纽特那个小了一号 不过很新 款式也是目前流行的那种 显然是最近才做出来的 里面的空间不算大 不过对你来说 应该足够了 纽特笑着说道 好好使用 还有 别什么神奇动物 都往里面装 我可不想 哪天听到你被霍格沃茨开除的消息 众所周知 纽特就是霍格沃茨知名的夜生 虽然他是替别人顶罪 才被开除的 纽特离开后 凯尔立刻转身回家 克里斯和戴安娜都不在 客厅里显得空荡荡的 凯尔没有停留 一路来到楼上他的房间 然后迫不及待地将箱子放在地上 打开后跳了进去 箱子下面是一个不大的房间 不过里面除了一个简易的架子外 什么都没有 房间外 是一片宽阔的草地 差不多有两个奎地气球场那么大 草地中间还有一小片湖泊 和纽特那个比 这里确实要小了一点点 不过对凯尔来说 确实足够了 他现在才十二岁 还在霍格沃茨上学呢 就算有那磨大的空间 也没地方用 凯尔在草地上转了一圈 每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都会在心里规划一番 这个地方好 等学会天气咒后 搭击块石头 就能给月吃寿荡巢穴 旁边正好还可以养魔鬼网 这里也不错 靠近水源 到时候可以把咬人甘蓝移过来 至于白仙那些普通的植物 则不用考虑纳魔多 随便在月吃寿旁边 找个地方就行 还有不远处的那几棵树 护树罗锅 一定会很喜欢那里的 一路走住 凯尔很快就来到了 草地中间的那片湖泊 看着眼前波光淋淋的水面 他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一小步 不过下一秒 凯尔就反应了过来了 他怕什么 这里又没有猫抱 湖泊很清澈 一眼就可以看到底 几条狮子鱼 正在里面悠闲地游动着 就在凯尔准备 再去其他地方看看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扒拉他的衣服口袋 凯尔低下头 一只巴掌大小的生物 顿时出现在他眼前 对方有些黑色的皮毛 小小的嘴巴 又扁又平 像鸭子的嘴巴 但整体看上去 却像是一只眼鼠 秀秀 凯尔惊讶到 没想到 箱子里居然还有个赠品 这只秀秀 应该是刚出生末多久 甚至还没有凯尔的手大 这时候 他正扒在长袍上 两只小短手 艰难地抱着一枚金家龙 想要往自己的口袋里散 凯尔也莫阻止 就这磨静静地看着 直到秀秀 马上就能把金家龙 彻底装进口袋的时候 他这才伸出手 轻描淡写地 把家龙又拿了出来 顺带着 那只秀秀 也被他滴流了起来 小家伙死死地抱住金家龙 凯尔抖了好几下 愣是没把他抖下去 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凯尔好奇地问道 纽特如果想把 秀秀送给他的话 肯定会当面给的 而不是把他藏在箱子里 所以 这小家伙 肯定是偷摸跑过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还太小的缘故 秀秀歪了 歪脑袋 似乎是莫听懂 凯尔说了什么一样 继续抱着金家龙 用一种类似引体向上的高难度动作 把他往自己的口袋里色 第130章 维斯莱兄弟的质问 秀秀这种生物一出生 就对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有着特别的偏爱 每天不是在寻宝 就是在寻宝的路上 很少有安静待住的时候 眼前这只秀秀 还不到一个月 小小的一只 看上去 也就比金家龙大纳膜一点点 估计 是趁纽特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跑来的 毕竟这种情况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之前在多塞特郡的时候 凯尔就注意到了 纽特几乎每天 都要用至少三个多小时 去找那些 不知道跑去那里的秀秀 这要是换成别人 估计早就崩溃了 反正凯尔觉得自己 肯定是这样 但如果只有一只的话 那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为了不让纽特担心 离开箱子后的凯尔 很快便给他 写了一封信 交给拉顿送了过去 拉顿叼起信封 从敞开的窗户 飞了出去 这也太不方便了 看着拉顿逐渐远去的背影 凯尔若有所思的 摸了摸下巴 魔法剑哪都好 就是通讯实在 太过原始了 猫头鹰一来一回 至少也需要半天的时间 和方便快捷的电话 根本没法比 可惜 尽管纽特本人 并不排斥 这种麻瓜电器 不过 他们住的地方 实在太过偏僻 几乎就是在深山老林里 而且 周围又有麻瓜驱逐咒 安电话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送走拉顿后 凯尔把袖袖重新放回了箱子里 然后去洗了个澡 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值得一提的是 克里斯之前 送到多塞特郡的换洗衣服 全都是凯尔去年的 因为他今年又长高了不少 导致那些衣服穿在身上 非常不舒服 最后 还是蒂娜帮忙改了一下 这才勉强能穿了 没过多久 维斯莱兄弟就找来了 在凯尔开门的一瞬间 他们就将两个土匪一样冲了进来 我们刚才 看到了你的猫头鹰 知道准是你回来了 弗雷德抱着胳膊 挡在凯尔面前 表情看上去非常严肃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居然瞒着我们 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半个月 乔治从另一边堵住凯尔 而且更过分的是 这半个月 我们一封信都没有收到 你知道 我们有多担心你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弗雷德和乔治 凯尔确实面色不变 担心他 这话顶多也就能骗骗罗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半个多月 你们同样也莫给我寄信吧 凯尔挑了挑眉道 你们却定这是担心我 啊 弗雷德和乔治刚才还很严肃的脸 一下子就垮了 面面相去地看了对方一眼 几乎在瞬间就完成了眼神的交流 你没给凯尔写信 没有 我以为你写了 巧了 我也是这魔想的 事实上 两人在凯尔去到多塞特郡的当天 就从克里斯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然不可能担心他 之所以这魔说 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 想要找个借口整一整凯尔罢了 结果莫想到摆密一书 他们用一个晚上想出来的完美计划 还没开始呢 就已经结束了 主要也是 他们一心都在研究塑校陶克堂系列上面 压根就没想过要给凯尔写信 嗨嗨 我们当然担心你 弗雷德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但你也知道 埃罗尔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们实在不忍心 再让他飞那魔远去送信 飞那魔远 凯尔眯着眼睛道 听这话的意思 你们似乎知道 我去了哪里啊 双胞胎脸上的表情更不自然了 只是猜测而已 对 猜测 弗雷德善笑道 现在看到你漠视 我们就放心了 是吗 凯尔继续拖着长音道 那你们猜得还挺准 我建议你们 这学期可以选占卜课 在那里 你们一定会大放一彩的 他现在的表情 李某位魔药科教授 就只差一个由头了 啊 我们会考虑的 乔治有些心虚地转过头 声音地转移话提到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这半个月里 我们不仅成功完成了 肥蛇太肥糖 而且还开发出了 第二款速效陶克糖产品 说住 他还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块果汁软糖 橘色的软糖晶莹剔透的 看上去 有点像是一个豌豆 弗雷德似乎已经彻底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眨了眨眼道 要不要猜猜看 他的作用是什么 凯尔接过软糖 有了肥蛇太肥糖的经验后 弗雷德和乔治这次处理得很好 上面 没有任何魔药的味道 想从这方面入手 显然是不可能了 凯尔想了想 随便猜了一个答案 吃了能让人喷鼻血 听到凯尔的话后 双胞胎的眼睛同时亮了 喷鼻血 弗雷德有些激动地说道 凯尔 你这个主意可太棒了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乔治狠狠地拍了拍自己额头 彭腹想把自己的脑子拍出来似的 还有什么是比狂喷鼻血 更适合逃课的呢 凯尔 你真是个天才 凯尔微笑道 谢谢 不得不说 你的眼光真的很好 虽然喷鼻血 本来就是他们想出来的 但这并不妨碍凯尔 印下这句非常重肯的评价 可惜 马上就要开学了 弗雷德突然叹了口气 不然 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研究一下 只能等明年了 乔治也有些惋惜 或者圣诞节假期的时候也可以 看着两人 彭腹丢了一百加龙的样子 凯尔有些好笑地 举起手里的软糖道 所以 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是呕吐糖 乔治瘫了瘫手道 吃了以后 会让人呕吐不止 不过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只是半成品 弗雷德继续说道 毕竟一只呕吐可不行 所以 我们还在研究他的解药 需要帮忙吗 凯尔问道 这次就不用了 弗雷德摇了摇头道 呕吐糖的主要成分是 稀释后的剃根草枝叶 只需要芸香和除菊根 就能完美解决 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 凯尔恍然 剃根草和芸香的话 用在这里 确实很搭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